受到西南风龙银层奥提醒 南部地区的民众千万要小心大雨 其中位在高雄的纳马下以及茂林等五区 由于气象局预估累积雨量可能会突破350毫米 这样的数字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 因此昨天晚上高雄市政府就宣布着五区今天停班停课一天 至于高雄市长陈其迈 今天上午他原本要北上来参加行政院会 但是因为担心山区的雨势状况 因此今天取消了北上行程 一大早就前往六龟来视察 高雄市长陈其迈原本早上要北上参加行政院会 但他实在放不下山区的状况 临时更改行程到六龟的山区视察 我还是要留守在高雄 因为山区因为雨是会比今天会比较大 所以还是先到山区里面 虽然现在雨开始下 但是有一些状况还是要先交代清楚 陈其迈说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报资料 六龟 茂林 甲仙 纳玛下跟桃园 8月27号的雨量可能会超过350毫米 已经到达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这五个区27号是停班停课 陈其迈穿着雨衣一早就到六龟视察 山区还下着间歇性的大雨 不过停班课的这五区根据气象局的资料 从凌晨到早上的10点钟 茂林区累积的雨量有107毫米 桃园区是91毫米 六龟累积的雨量有84毫米 甲仙跟纳玛下更少 累积的雨量只有40毫米左右 跟气象局的预估有不小的落差 虽然上午累积的雨量比预期的少 但陈其迈还是提醒山区的民众 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24小时的累积雨量 你也必须还是参照其他的水清 我们也气象局 还有我们行政院的秘书长 视讯做一个判断 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说 这种瞬间的强降雨 此外国军八军团 底下各个单位也都已经准备就绪 包括抽水机跟橡皮艇 都已经是完成待命 只要山区亦有突发的状况 国军立凶就能够立刻投入救援 记者吕昭雁 SMG小组高雄报道